Lun Sang淵 把腿也全部都被拿掉 其實我在醫院已經住到285天 就有一次醫護冷眼鏡來幫我換 我跟他說 那個不好意思我腳有點麻 可以幫我敲一下嗎 然後護士就跟我說 那個你沒有腳要怎麼敲 坐上輪椅之後 那是我第一次覺得心裡難過 電梯有鏡子我就看到我自己的樣子 我自己都嚇到 那時候我真的 我沒辦法接受這樣的事情 因為當時橫紋肌溶解太嚴重 所以不斷的結支不斷的結支 到後面沒辦法 就只能兩個大腿骨都拿掉 然後我才認清這個事實 其實我那時候不太跟正式人物有結束 因為當時我記得當時他是市長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我出院之後 他還是有來安排說要來看看我 他雖然那時候賴副那時候到中央去了 對 然後他還是固定他一年會過來看我 到家裡面來 而且他來之前都還會問所有的記者 所以他都是私人行程 就是他有回台南的時候 或是要過年之前他就會安排過來 過來看看我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他是有把我們這些災民放在戲裡面 這是讓我覺得比較不一樣的一個正式人物 然後有一次就是在市府 在市府不知道辦什麼活動 就是請我為貫的人都有過去 然後我要離開的時候我就跟他握我握手 然後他握到我的手 他那個醫師的那個Fu就起來 他握我的手就說你這個手比較冰 對 怕我是感冒還是什麼 對 就開始在那邊好像滑桃一樣 就開始在那邊跟我講 對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很溫柔的人 因為你也知道人生還是很長 你還是需要過下去 你不可能說因為變成這樣你就放棄還是什麼的 對 其實這是我最大的動力 就是不想要他們擔心我變成這樣子 然後之後是因為後續經過那個家人的安排跟幫忙 有去國小做那個分享 才慢慢走出戶外 去演講幹嘛 去講自己的生命歷程這些 對 才慢慢的去 想把這個正能量分享給大家 然後我選擇去面對他去勇敢的去讓他們知道 說其實我是可以過得很好 我的目標就是把自己過好 不要讓家人擔心 這是我最終的目標